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建立48寨就是要给天下的落魄人留下最后的一块容身之地 48寨南北不靠 无有无敌 无党无盟 李宗盛认为先人遗愿不可以违背 就算是自己的夫君也一样 如果他出了48寨 是生是死都和48寨没有任何关系 半年之后 周匪决定闯过千机阵法离开48寨 结果失败而归 面对于周匪的询问 于老表示 千机阵天变万化 没有规矩可循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没有窍门 也没有接近可以走 只有抛掉脑子里的杂面 闭上眼 用心去感受 就可以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做 无费将军被抓甘堂公猜到的此事 一定与帝莎有关 因为除了帝莎 没有人能够阻拦得这武功高强的他 帝莎山庄 陆卷煞愁天进殴打无费之时 唐朗煞沈天树出现 将无费和亡灵往来的信件拿出来 以无费的家劝为条件威胁无费 让他将手上的水波文信物交出来 无费妻子将子女已经被甘堂公带走的消息告诉了无费 让他不要再有所顾忌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苍狼煞就杀掉了吴夫人 得知无费的两个孩子往静州的方向逃跑 苍狼煞猜到了东西就在两个孩子身上 急忙让人去找他们 说不知他的对手陆犬煞已经先踏一步了 谢允看到了仇天进心里面很是疑惑 他到底在找什么 便一路跟着他 张承飞带着无费将军的女儿吴楚楚和儿子前往48寨 为了缓人48寨的人情 谢允决定帮他们脱离危险 他们伪装成得了无仓的病人 谎称要去竞争求医 躲过了仇天进的搜查 就在谢允等人在河边清理妆容的时候 狼天煞的人谎称自己是霍家宝的人 将张承飞等人带走 谢允觉察出了李扒的不对劲 但是没有多说什么 余老江千一阵全开了 以此来训练周飞 功夫不复有心人 周飞通过了重重机关的千击阵 李慎和李延看到了周飞在洗墨江练功 心里面很是提高担心 后堂考校弟子现场摘花台 考生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拿到了两张以上的窗花才有机会下山 在这两张窗花有一张了 就要必须从高的木装上夺取 并且要挑战一位在座的掌门 作为守装人守在木装之前 剩下的窗花可以通过挑战 守在矮时装前的其他长老弟子来获取 李盛拿到了15张窗花 最高的木装上的窗花 他成功的挑战了扣单 周飞主动挑战李锦荣虽然受了伤 他还是拿下了最高的窗花 最终周飞拿下了两张窗花 见此景呢李锦荣很是自豪 得知张成飞等人了无音信的时候 王老夫人提出了带周飞和李盛 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李锦荣嘱咐周飞 鬼神在六合之外 人世间行走都是凡人 要相信自己手里的刀无间不摧 他亲自教周飞破血刀的用法 让他增长一些武技 得知周飞赢了大当家 被准许下山 于老很是惊讶 他和周飞说了很多当年 民风楼被地杀避入绝境 以及周飞外公救助自己的事情 他认为真正大英雄是在江湖中帮助了多少人 拯救了多少人 听着于老的一番话 周飞心中触动不已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